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 超过100位矽谷大亨郑大力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2024年总统竞选 这些科技界的领袖们 包括李德·霍夫曼、马克·库班和克里斯·萨卡等人 正在通过VCs for Kamala和Tech for Kamala团体 表达他们对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梦的坚定信仰 然而 不要以为所有科技巨头都站在哈里斯这一边 埃隆·马斯克及其支持特朗普的阵营也在积极行动 矽谷内部的这场政治角力无疑将对未来选举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从第一夫婿到科技兄弟 超过100位矽谷大亨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政治时代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2024年总统竞选 正吸引着矽谷科技巨头们的支持 这些风险投资家和科技领袖们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者 他们还希望通过支持哈里斯 来捍卫他们所信仰的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梦 这一行动被称为VCs for Kamala 其中包括LinkedIn联合创始人李德·霍夫曼 达拉斯小牛队的少数股东马克·库班 以及亿万富翁克里斯·萨卡等人 这些风险投资家和科技领袖们在网站上发表声明 承诺在2024年选举中投票支持哈里斯 他们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每天都在寻找、投资和支持那些正在创造未来的企业家 我们支持商业、支持美国梦、支持创业精神和技术进步 我们也相信民主是我们国家的基石 我们相信强大 值得信赖的机构是一种特征 而不是一个缺陷 没有他们、我们的行业 以及其他所有行业都将崩溃 这就是这次选举的关键所在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 除了VCs for Kamala 另一个强大的团体Tech for Kamala 也承诺支持哈里斯 在7月28日的一封信中 该团体指出 拜登·哈里斯政府为一个伟大的新美国篇章奠定了基础 增长经济并为各种背景的人扩大机会 并且作为加州本地人 副总统哈里斯在过去几十年中展示了他在科技行业的领导力 截至目前已有550人签署了这封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占在哈里斯这一边 埃隆·马斯克这位SpaceX创始人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本月早些时候针对前总统的暗杀企图后 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马斯克计划每月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惊人的4500万美元 尽管这一说法后来被特斯拉CEO否认 今年早些时候 马斯克还共同主持了一个所谓的反拜登募款活动 据报道 该活动的嘉宾名单包括彼得·蒂尔 鲁珀特·莫多克 迈克尔·米尔 肯衡特拉维斯·卡兰尼克 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 并且还由企业家和投资者大卫萨克斯共同主持了募款活动 他也公开支持前总统 几个月后 这位亿万富翁据报道再次与前Facebook高级主管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 共同主持了另一场高调的募款活动 当时的报道称 入场费从个人的5万美元到夫妇的50万美元不等 可以肯定的是 矽谷有一股支持的全员 萨克斯在特朗普在纽约被定罪几周后告诉纽约时报 特别是考虑到对特朗普政治起诉的反弹 然而 这些支持特朗普的声音并不代表整个戏骨 Graham & Walker的创始人莱斯利·菲因扎格是VCs for Kamala的组织者之一 他对纽约时报表示 他们不代表我 他们不代表我们大多数人 他们也不代表创始人 为了招募更多人加入该团体的努力 菲因扎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发送了一个注册表 内容是 让我们向创始人展示 不是所有的风险投资家都变成了MAGA 哈里斯从金融大亨那里获得的支持 是在副总统获得另一个声音响亮的团体支持之后 白人男性 据《独立报》报道 这个名为白人男性支持哈里斯的团体 仅在周一晚上通过一次Zoom通话就筹集了400万美元 参加者包括一些名人和潜在的竞选搭档 参加人数接近20万人 这些白人男性支持者认为哈里斯代表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改变 他们希望通过他的领导来实现一个更包容、更公平的美国 一位参加者在通话中表示 我们相信哈里斯能够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 纽约时报指出 这些支持哈里斯的科技巨头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未来 他们相信哈里斯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 从而让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 总之卡马拉·哈里斯的2024年总统竞选得到了西股科技巨头们的大力支持 这些风险投资加和科技领袖们希望通过支持他 来捍卫他们所信仰的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梦 尽管有些科技巨头支持特朗普 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站在哈里斯这一边 为他的竞选助力 他们相信哈里斯能够带领美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这个动荡且快速变化的政治环境中 西股的科技巨头们正积极集结 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2024年总统竞选 这些科技界的领袖们除了在商业上取得据大成功外 也热衷于捍卫他们所信仰的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梦 这一行动中一个名为 VCS for Kamala 风险投资家支持哈里斯的团体引人注目 这个团体包括LinkedIn联合创始人李德·霍夫曼 达拉斯小牛队的少数股东马克·库班 以及亿万富翁克里斯·萨卡等人 他们在网站上发表声明 承诺在2024年选举中投票支持哈里斯 他们强调支持商业、创业精神和技术进步 同时也重视民主制度 认为这是国家的基石 没有他们,所有行业都将面临崩溃 此外,另一个名为 Tech for Kamala 团体也承诺支持哈里斯 在7月28日的一封信中 该团体指出 拜登、哈里斯政府 为一个伟大的新美国篇章奠定了基础 并强调哈里斯作为加州本地人 长期以来在科技行业内展示的领导力 截至目前已有550人签署了这封信 这显示出他们对哈里斯的广泛支持 然而并不是所有西谷的科技巨头都支持哈里斯 例如,埃隆、马斯克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位SpaceX创始人 在本月早些时候公开支持特朗普 并计划每月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赠4500万美元 尽管这一说法后来被他否认 马斯克还共同主持了一个反拜登募款活动 嘉宾名单包括 彼得、蒂尔、鲁珀特、莫多克、迈克尔、米尔肯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 马斯克的支持者中还有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 他与特朗普的竞选搭档JD、万斯有着长期联系 这些支持者在对特朗普的政治起诉反弹时 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立场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马斯克这一派的立场 Graham & Walker的创始人和VCS4 卡玛拉的组织者莱斯利、费因扎格表示 马斯克等人不代表西谷的主流意见 为了招募更多人加入支持哈里斯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发送了一个注册表 强调并非所有风险投资家都支持特朗普的 梅盖运动 哈里斯从金融大亨那里获得的支持 并不仅限于此 他也得到了另一个声音响亮的团体支持 白人男性 这个团体名为 白人男性支持哈里斯 在一次Zoom通话中 筹集了400万美元 参加者包括名人和潜在的竞选搭档 参加人数接近20万人 总而言之 西谷的科技巨头们 正对2024年的总统竞选 发挥重要影响 一些人支持卡玛拉 哈里斯 而另一些人 则站在特朗普一边 这使得这场选举 更具看点和不确定性 无论结果如何 这些科技领袖们的支持和影响 都是不容忽视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我要告诉大家 这些矽谷大亨支持 哈里斯竞选总统 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些科技巨头们 在创新和科技进步上面 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他们希望通过支持哈里斯 来维护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这有助于他们继续推动技术革新 大家都知道 创业和创新需要一个 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哈里斯在拜登政府中的表现 已经证明他有能力为 这些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这些科技巨头 都是救世主一样 但让我们现实点 这些人支持哈里斯 或许更多是因为他们的利益 你知道的 哈里斯是加州人 而加州是西谷的中心 这些大亨们支持他 其实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打算 再说了 埃隆·马斯克支持特朗普 不也是因为他觉得特朗普的政策 更有利于他的企业发展吗 政治总是利益至上 没什么好说的 谢琪琪 你这魔说可是有点偏激了 这些矽谷大亨们支持哈里斯 可不仅仅是为了利益 还有他们所坚信的价值观 哈里斯代表着一种包容 多元和进步的政治理念 这正是科技行业所追求的 你看看马克·库班 李德·霍夫曼和克里斯·萨卡 他们都是在提倡创新和创业精神 这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 而是一种理念上的契合 那些站在哈里斯这边的人相信 他能带领美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哈哈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差点以为你在看苹果树下的小梦想呢 理念契合 你也太天真了吧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 当年JFK上台后 多少企业家支持他 结果呢 还不是一场场政治交易 你说哈里斯代表包容和多元 但他的政策真的能帮助到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还是只是迎合了戏骨 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的口味呢 说到底 现实是冷酷的 理念可以是唐一 真正的动机还是利益 谢七七 你这样说 未免太悲观了 当然 利益是政治的一部分 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支持都是虚伪的 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证明 政商合作可以带来真正的变革 比如 二战时期 罗斯福总统与企业界合作 极大的促进了美国工业化和科技进步 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 这些矽谷大亨支持哈里斯 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企业利益 更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 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这样的合作 难道不值得肯定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我倒是很感动 但我们不能天真 二战时期的罗斯福与企业界合作 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整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现在的情况可不一样 这些科技大亨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再说了 埃隆马斯克也不是什么小气鬼 他支持特朗普也是基于一种市场考量 你不能因为一部分矽谷大亨支持哈里斯 就认为他们都是无私的圣人 同样的 马斯克支持特朗普也有他的理由 这就是政治的真实面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篇文章可真是个大杂烩 把科技巨头们的政治动向搞得像是一场科技界的超级英雄聚会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VCs for Kamala这个团体 这些风险投资家和科技领袖们可不是普通的商务人士 他们可是矽谷的顶级大亨 像Lington联合创始人李德或夫曼和马克库班这些名字 听起来就像科技界的复仇者联盟 他们这次站出来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 明显不仅仅是为了凑个热闹 他们可是认真的想要保卫他们心中的美国梦 捍卫民主价值观 声明中提到 民主是国家的基石 这话说的可真有点而失忆 简直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开发新的社交媒体平台时 一边看着 宪法 一边写代码 接下来 我们又看到了另一个强大的团体Tech for Kamala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专为科技界人士量身定制的选举品牌 这封信简直像是在科技界的集体聚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共有550人签署 真的是人多是众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明了这些科技领袖们对拜登、哈里斯政府的信任 称其为伟大的新美国篇章 这些对话和行动让人觉得哈里斯在科技界的支持度高的就像是戏骨的偶像 他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领导力让这些科技大腕们对他出奇的信任 这情景就像是一群程序员在黑客马拉松上为他们的代码领袖热烈鼓掌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大亨都在同一条船上 埃隆马斯克这位科技界的叛逆者居然站在了特朗普这一边 马斯克的支持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议 像是他计划每月捐赠45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听起来就像是要用火箭把特朗普送上月球 不过 后来他否认了这个说法 这让人联想到马斯克的反叛精神 他不仅搞火星殖民计划 还要在政治上搞点大动作 而且 他还共同主持了一个反拜登募款活动 这些活动的嘉宾名单高手云集 从彼得 蒂尔到鲁珀特 莫多克 活脱脱就是一场反对派的豪华晚宴 当然 戏谷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Graham & Walker的创始人莱斯利 费因扎格就表示 马斯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并不代表整个科技界 他推动的VCs for Kamala就是要展示 并不是所有的风险投资家都变成了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支持者 这让人不禁想到 戏谷就像一个巨大的科技大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派别和信仰 大家在同一个校园里争论不休 但最终都在为自己心中的未来而努力 总的来说 这场政治大戏让人目不暇接 科技巨头们不仅在商业上竞争 现在也在政治上选边站队 哈里斯得到了大量支持 特别是来自戏谷的支持 这让他的竞选看起来更有底气 而马斯克这类反叛分子的出现 则让竞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种情况让我们不禁期待 2024年的选举结果 看看这场科技巨头们的政治大乱 都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局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